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多 請來佛爺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是呀 找到你來 我們今天講一些虛擬的事 是嗎 沒問題 今天其實挺適合的 你一坐下來 我見到差不多歐洲時段 其實Bitcoin就爆了上去 一度衝破了64000美金 其實由美國突然間減了半泥息之後 然後大家就引發了資金 重新炒花Risk On資產 當中包括一些虛擬貨幣 我們今天都想找你來 由頭到尾 拆下究竟不同的事件 對於這個市場的影響 還有接下來 你知道還有大選 還有最近很多朋友就會問我 可不可以佛爺說一下 不同的資產和Bitcoin的關係 是否真的那麼強烈 從而想想接下來的策略部署 可以 我們今年其實Bitcoin 雖然大家說不知道怎樣交易 但是其實它以回報計 依然是排資產之首 第一 黃金第二 其實依然跑贏了美股 也挺多 但最近在Range Bound 大概2萬美金上落 令到大家都說不知道怎樣交易 有沒有什麼想法 它環行 其實由3月到現在 我都會形容是下跌式的環行 沒錯 有接近2萬元的高低位的波幅 這個其實是比較可以說是常見的 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比特幣原來一年裡的升幅 可能是集中在11日至15日之內 一年裡有360多日 所以它的上升的威力 是集中在很少的日子 這一期的環行 大致上 演繹應該是因為減了一半之後 其實比特幣不是馬上升的 很多人是搞錯了 這個待會要你說多一點 其實是會有一個環行 待會我們可以介紹一下為什麼它會橫行 當然了 去到現在這個位置 減息又開始了 另外就是 其實在這個加息的週期裏面 有很多資金 是做了一些類似定期 貨幣基金等類型的配置 有息 大家可以無風險地享受這個息 當然是好 但開始減息 大家就會 想一些其他回報更高的東西 是的 會自然出來 好像剛才所說的一些風險類別的資產 比特幣絕對是有風險的一件事 但是它也在走自己的套路 我們可以慢慢講 我們就從各個不同的因素 慢慢去拆解 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其實減息對於整個資產配置的思維 慢慢開始改變 因為我們不是說聯儲局減一口就停 現在是說在一個減息週期的開始 變成我們要想 將錢放在哪裡 我簡單找了一個以前的美國利率 升跌的時候 把比特幣的走勢 其實不能夠每次都很明顯 有一個很相反的關係 減息比特幣就會爆升 但如果比較近一點 就對上一次剛剛就是疫情 那時候也可能配合了比特幣市場的不同的其他因素 你的聯儲局減息也是減低一口是半厘 我記得 然後比特幣當年升了超過600% 上升到差不多3萬美金 你覺得是一個剛剛預著剛剛 還是真的有一個實質的影響 就比剛剛預著剛剛 有多少少相關係性 但是就不是的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圖 其實你就已經看到 在一些時段裏面 無論息口是在升還是在跌 比特幣也有一個升幅 也是在升或者在跌的時候 即是說息口在跌的時候 也有一個跌幅在 其實多一點 我是建議投資者去看 就是他自己的周期 他自己的一個我們叫認受性 他的adoption 他自己在走的那條路是怎樣 當然了 一個央行的減息 是會利好很多相關的資產 這個是真實的 所以是怎樣也有少少相關 但是是否主要的旋律 就不一定是 不過至少在背景下 有一個利好少少的因素 絕對是 這個就是大環境 另外有很多人說 連美其實是難玩的 不知道是否配合到你所說的 其實它是一個周期運率 我們連美還要繼續看美國大選 最近很多政治的角力消息 甚至更多人說 就算美國大選完了之後 其實譬如中美關係 以至到其他可能金川國家等等的關係 其實都會有很多噪音 這些因素你又怎樣看 我覺得這一類型相關的消息 對於一些傳統類別的資產 例如股票 債的影響是會大於對虛擬資產 虛擬資產的話 我講的是比特幣 影響是會小很多 對於其他的傳統資產級別 是會大一些的因素 股票、債券、金、美金 這些就是會多一些真實的相關性 但是你說比特幣的話 其實應該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大家可能要提防一下 過分變了他想有相關性 要提防這一點 我不知道大選這個因素是否要提防 但是確實他的關聯度很高 因為自從特朗普再次參選 並且拿出支持虛擬貨幣行業 作為他的牌子之後 他每次出來說 或者他近日不是用比特幣來買漢堡包 漢堡包 接著就引發了大家 一個覺得 他想的話 我們的比特幣就行 而最新的 連賀錦麗 今天都首度開刊 會支持這個虛擬貨幣行業 令到下週 可能因為在歐洲時段 比特幣爆了上去 你又覺得 我們是否過分敏感了 我覺得大家有看新聞 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們可以客觀地怎樣呢 就退回一點點 退回一點點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可以看 譬如說特朗普之前做總統 那四年 比特幣overall都是升的 是的 過去這四年 就是拜登、Harris 勝負 都是升的 都是升的 當然 會不會說某一個政黨 當選了 是會有一個特別利好的因素 暫時來說 其實見到共和黨是比較清晰的 他的政綱上面也有提到 是比在民主黨那邊 是清晰一點點的 但是是否會左右了他的走勢呢 升還是跌都好 我就覺得其實沒有一個太大的影響 但是有影響的是什麼呢 就是新一屆政府當選了之後 接下來的四年會怎樣用錢 會怎樣花錢 是不是要發生的債 就有直接的影響了 那就是你好了 因為兩個黨派雖然你說 特朗普就會通脹重臨 因為有關稅 但是其實大家 你沒有看過何錦麗的政綱嗎 其實兩個都是一個極度擴張的財政政策 那就是有機會加上聯儲局 如果帶手減息 通脹會回來 那比特幣又會成為一個覺得 Hedging 的工具 Bitcoin 拿來做一個對沖 for inflation 即是通脹 本身就是其中一個賣點 那怎樣花錢 就等美國的選民自己去決定 但是利好因素就是 今次和之前的八年都不同 就是多了不同的財經的工具 投資的工具 可以讓多人參與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時代 是的 我覺得會將一個擴大了 即是放大鏡這樣 那個餅又大了 是看看他們怎樣花這個錢 另外就是 不單止是美國的 即是投資者可以留意的 是環球M2 M2 即是整個世界的貨幣 總數量現在究竟在升還是下跌 那答案其實是 剛剛又重新向上升 上升 美國為手下 是的 上升 那不同的地區 可能都在做不同的措施 去印多些錢出來 去支持經濟 那這些東西都是對一些稀有性的資產 黃金我們見到 比特幣有可能都會 另一件事 就是圖裏面見到 有一個俄羅斯的因素 我想問你 因為坊間很少人觸及 俄羅斯的因素 和比特幣的關係 但是是微妙的 因為最近 是有些朋友 自己聊天的時候 會講起 說普京為什麼突然簽了一份東西 接著就說落實 可以將加密貨幣的挖礦合法化 當然了 一定要你on the list 才是 即是特定的個人 或者是個體戶這樣 其實是和市場有沒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的 講的這宗新聞 就是講的蘇聯那邊 是合法了這個 比特幣挖礦的這個業務 他們會徵稅的 即是你參與這個行業 他就徵稅 就和其他行業沒有分別 即是你做生意 政府打稅 我覺得是相差無幾 但是重點是 多了一個政府 一個政權 去容許這件事繼續發生 我們看到美國已經有很多 譬如是已經上了市的滑礦的公司 比特幣滑礦的公司 原來俄羅斯某程度上 在地緣政治上面 和他們有很多衝突的 但是他們都可以這件事 不單止是這樣 其實還有一宗新聞 就是說他們做國際貿易方面 都容許用比特幣去做交收 這個是挺重點 因為有些人就說 因為涉及以往的制裁 俄羅斯的進口在第二季 明顯是跌了8%還是什麼 其實大家覺得 因為貨幣的問題 用不了美金或者其他 Swift系統的一些阻滯 令到其實它的收支出現問題 我可不可以理解 可以 用虛擬貨幣這件事 絕對可以這樣理解 它如果可以用國際貿易的交收 它選擇了用某些虛擬貨幣 而這個虛擬貨幣是去了中心化的 意思就是沒有一個團體是掌管它的 變相你不能說不 變相別人用你又不能說不 別人用其實就不關你的事 別人想用這件事 就要看大家怎樣演繹這件事 重點就是好像多了人用 多了人用一個數學上的稀有性的東西 例如比特幣 出現的效果會是怎樣大家就可以自行去想 有比特幣就只有2100萬粒 大家可以演繹到供求關係的問題 會不會對於市場有一個正面的影響 不過事實歸事實 我們最近見到9月份 其實大家很想要的超級大行程 剛剛現在似乎的感覺回來 但我不知道能否能走下去 但我上一幾集有些嘉賓跟我分享過 在股票市場上有一個9月的魔咒 我的標普500 9月整天都下跌 叫大家小心點 怎料你又分享同一個圖片給我 比特幣 原來9月都是特別差的 是嗎 所以是回調機會來的 反而如果之前 如果是看好就是 是嗎 如果是看好就是 那你說是不是 是 我覺得一個重點在這個圖裏 就是9月是季節性上 是比較弱一點的 但是我們在這個圖裏 你會看到 highlight了的是 2016年和2020年 打橫那兩個 對 打橫那兩個 它有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那兩個都是大選年 2016年和2020年 都是大選年 亦都是什麼呢 比特幣的減半年 就是今年也是 今年是2024年4月20日做了減半 亦都是大選年 當然這個圖不代表 將來一定會跟著這樣升 大家要注意 但是在之前那兩個減半年 亦都是大選年的第四季度 10月11月12月 哇 升到板板聲 是啊 其實股市 都有一個類似的節奏在 我自己的看法 在這件事上 其實就是因為大選年 你有新一屆的政府當選了之後 財政是會怎樣被演繹 就會起碼未來四年 大家都有個抱 究竟是為了什麼名義而去花錢 就會出現了 有可能有這樣的信息之後 無論是傳統資產 例如股市 債市 大家都可以知道怎樣配置 同一時間 如果是有新的錢要花 會不會對比特幣 解釋就是為什麼 10月11月12月又會比較特別呢 這個大家要注意 不代表將來都會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挺特別的 是啊 挺特別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是的話真的挺棒 如果20年的10月升2乘7 然後11月4成多 12月也是4成多 以比較近的年份去計算 剛才你提到的一件事就是減半 這個真的要你說得清楚一點 好的 因為極多朋友說 減半後會創新高 減半後都沒有出現 但其實可能大家沒有看上一次 我和佛爺做的節目 就是剛剛在減半之前做的 你那時已經大膽地跟我說 減半後是會好 不過不是馬上好 不如你說清楚一點 好 其實減半是會直接影響到比特幣的出產 大概每10分鐘就會出產一些新的比特幣 而這個出產新的比特幣 就是去吸引一些人去拿電 拿電腦去做劃礦的工作 做這個工作的話 如果你本來每10分鐘是有6.25顆的 一減半之後你就只有3.125顆 即是現在我們這四年的3.125顆 有很多的礦工 即是miner 比特幣滑礦的公司 有可能是會收支不平衡的 即是如果你細小間 或者經營得不好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高了 但是你的比特幣的reward 即3.125顆 不足以彌補之前的6.25顆 那會淘汰它們 他們會自行離開市場 有可能會有一些經營得好的 比較大間的 它會收取它的份額 如果要退出市場那些 它自然就要沽貨 所以就會有沽額 是的就會有沽額 所以每一次 其實到了減半的年份 其實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要起碼看回 譬如說151 100日150日200日之後的走勢是怎樣 因為通常你都要慢慢 你運行一間公司才決定 你才決定我們不做了 我們賣了些東西 我們分錢給大家 所以需要一個時期去清理這些 去清理這個股額 這個圖都很清楚的 上次我們都有分享的 不過問題是我想說 暫時發生什麼事 因為你看到高位至低位 那個回調幅度是一次比一次少的 今次應該最多都是30%下來了 是嗎 30多 7萬3%下到49000左右 49000左右 49000左右 是的 然後又彈回兩成幾三成 沒錯 我們怎樣理解今次和以往 其實我個人認為 就是它和之前那幾次減半 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就是比特幣在一個四年的週期裏面 有三成幾 四成幾的跌幅 是比較平常的 不是人人可以接受這一種的幅度 我接受了 我簡直覺得三四成 睡醒之後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 三成 你開始有點像我 但是我們看到 在一個四年的週期裏面 它的絕對高位和絕對低位 是每一個四年的週期越來越少的 這個又可以被認為 一個資產慢慢成熟的一個階段 即是接下來有可能 有可能未必會再見到這麼大的波幅 就是資產慢慢成熟 多人參與就會成熟 但是這些機構大戶的比例多了 就不會那麼 那麼錯 是的 就不會那麼錯 所以我們這次減半的行程裏面 我就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特別 就是沒有一些 有些著燈 大家要注意的東西 反而我是有一點覺得勢頭其實很強 因為我們在減半前 就已經創了一個高位 一個高位出來 三月的時候 是的 這個是沒有發生過的 接著我們離開那個高位 如果我們在說 四萬九去那個高位 當然是差很遠 差差不多三成多 但是轉眼間今天 只差十幾個百分比 其實十五個百分比 其實都很強 其實都很強 如果這樣去看這件事 可以就說它很強 這次多了聯儲國的因素 突然間托著市場的氣氛回來 你剛才提過中間的消化期 我們其實都做了三年的給大家看 這個就是2020年的例子 是的 那個就是經歷了差不多一百六十一日 然後才爆上去 是的 即是供應和需求 是的 那個供求 才出現一個平衡 或者是一個大小小的走勢 2016年也是 差不多要一百九十日才出現到的 這個比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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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是更遠一點 再早一點就是九十二日左右 是的 我們暫時來說 就差不多到一百五十日 如果我們看回2024年 就是剛才一開始所說的 由三月橫行到現在的日子 好 所以我想你待會都會說 大家看位就吸納了 不過你就告訴我 你看到有些東西很強 那我就 上星期跟你們通電話的時候 都說 有什麼indicator 令我個人安心一點 雖然我早上抹眼 看到跌三成 我覺得沒什麼東西 這個indicator 我就覺得挺特別的 因為大家在家裡都可以找到 其實不同的交易平台 他們有一個數字的 那個就是叫做可以提供銷售 可以提供賣給人的一個數量 這個是將不同的平台加在一起的 我們會看到其實是在三月份高位之後 可以銷售的數量是逐漸下降的 綠色那條 綠色那條 向後滑掉 價錢就在浮浮地向右手邊走 那你就看到其實可賣的數量是越來越少的 那個演繹就是如果你是買了一個比特幣 你將它拿走的平台 其實我們會覺得你不上沽貨 如果你想沽貨你就不用拿走它 你就放回上平台買了 如果你拿貨走 其實你就有可能想存 或者你想看久一點 這些東西都很重要的 這個其實都發現這個就是今年來 我看到其實如果我在家看 再拉遠一點 之前的頂在2020年 那時候我看到是由300萬 一直滑到現在220幾 其實可能跌幅是20幾% 那就是你看過長的trend 大家是一直傾向不想沽出來 如果大家對這個資產覺得它有價值 你就不想沽貨 一直存在 是的 另外就是一個涉及礦工的東西 這個又因為有一個減半在 剛才你都說 有些可能你自己收了自己的檔 我依然看到很踴躍 那些人不斷衝進去努力挖礦 那就是看好後市的一個表現 就是因為這個算力是要真金白銀的 就是你不能創作 你不能就這樣按出來 你一定要買地 租機 租電力 就是買電力 你是要真金白銀放下去 所以如果有礦工要倒閉 或者不做 這個其實應該是要跌的 所以你看到 在3月份高位之後 你看到那個算力 其實是有跌過一個少許的 就是在最右手邊 你看到橙色那條線 它有跌少許的 然後它攀升是一個不錯的訊號 意思是還有人看好後市 我現在才來參與 或者我還在運動 我還要擴張 或者我收購 不想做那些 是看好後市的一個預期 通常比特幣的價格 是會跟著這個算力的走勢走的 所以這個就證明了 我看到有些人說 反映一些人 雖然可能有些依然熬不住 但是都依然努力 希望第四季修成 是啊 有可能 可能看了你剛才的 第四季傳統上比較漂亮 希望 另一邊就是 為什麼伯伯也會覺得 波動性越來越少 就是因為之前你也和我分享過 就是覺得現貨ETF的推出 是改變了整個虛擬資產的世界 我都在查一下 究竟經常說 什麼巨瓶要沽貨 大匯要離開 嚇死人說準備沽出來 但是資金流入不是很差 在ETF的層面 是看到現貨的ETF 其實如果我們就這樣看 它們面世到現在 多數的日子是正流入 少數的日子是流出 不代表沒有流出 是有的 但是這個圖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時間都是流入 當然這一個不是整個市場 它是ETF去持有比特幣 有比特幣的俗稱瓊魚就是大戶 它們要走貨 沒有問題的 賺了錢想走 我覺得是OK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有沒有人接 那這邊就有人接貨 而那些資產公司 其實無論是信託基金 我看到它們可管理的資產 都是持續地拉升的 有一個問題 也有些朋友跟我討論過 因為今年年頭一月 就是出比特幣的現貨 ETF 那7月就是出現貨的ETF 那很多人就是想著 複製BTC 那個同一個走勢 就想著提早買定 那些ETF 怎知道 差很遠 就差很遠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我想投資者 是會做回一定的功課 去分出兩種幣 究竟是在做什麼 即他們的 我們叫Investment Philosophy 即他們的投資理念 是想做什麼 那比特幣有可能多些 是類似黃金 保值 那ETF 有可能是一個 去了中心化的電腦 可以放很多不同的 運算的東西上去 Defi 當然兩個都可以升 兩個都可以跌 但是我覺得 AUM 是告訴大家 市場焦點 好像在某一隻幣 多過另外一隻幣 那我們就不會複製那個思維 其實要買的 就買大佬就算了 就不是 又不是這個意思 大家要做回一定的功課 看看你想投資什麼 因為是兩種不同的哲學 兩種幣 代表著不同的東西 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東西 如果下次有時間 我們今天時間所限 不能夠再深入 說他們兩個不同的哲學 我們下次希望有時間說 另外也解答了 另外一些朋友的問題 就是說 究竟比特幣 跟其他的資產 放下去 有沒有一個相關性 還有啟示性 股票升 比特幣就會升 但黃金之前 創新高 比特幣又下來了 究竟他們又說 對衝鋒 通漲 有這些 對衝鋒 這一個是很特別的 因為這個是燈位的問題 大家如果看那個燈位 譬如說 今年3月至到 不要9月 即3月至6月 比特幣就不好看 是的 一定輸的 差不多差不多 黃金就一直在升 但是如果我一拉 那個燈位 長一點點 你就會看到 他們全部正在做的事情 都不一樣 譬如說 就今天 都已經跑贏了很多不同的資產 是不是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相關性 那個燈位很重要 不只是看一個月 可以看不同的時期 如果有這麼多種的資產 雖然我強迫你這樣說 就沒有什麼用 但是呢 那麼多人就覺得 其實它跟金的相關性是最高的 是的 都高的 我們可以複製金的故事 在我們賣比特幣的思維 因為它是其中一個 對比特幣的 最容易了解他們的共通點 又是一個 不是說 某一個組織 是擁有所有黃金的 都是大家 都可以去參與的一個市場 但是黃金 大家不要忘記 有幾千年的歷史 是不是 比特幣就只有十幾年 大家要想一下 但是呢 可以看到市場的活躍度 比如說 我們用ETF去了解 其實 黃金的ETF 都創造了很大的歷史 就是 它很快速地可以做到很大的規模 但是原來 比特幣的ETF 更快 做到更大的規模 大家就可以留意市場的熱度 自行再做一個判斷 其實都在演變 從初大家都完全 十幾港幣 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還覺得它騙人 但是近年 你看到我們主流媒體 都開始講這麼多 其實已經慢慢出來 特別是你看到美國為首 在監管上 還有在產品的多樣化上 其實是走得很快的 剛剛最新和你做節目前 就知道美國證監會批了現貨比特幣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漏了 原來是期權 也都提供了給持貨的投資者 一個不需要沽貨 而又可以拿到收益回來的一個工具 就是可以銷售一個銷售 你可以銷售一個銷售 變相就會出現了一件事 叫一個虛擬的 已經是虛擬了 近虛擬 近虛擬 一個虛擬的利率走出來 就是這件事 原來它就算是黃金也好 或者是比特幣也好 或者是其他虛擬資產也好 有了期權之後 就可以出現了一個利率 利息 一個利息利率出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步驟 因為這東西有了利息之後 大家就可以 有一批投資者是說 沒有利息我不能投資 我一定要有利息才可以 現在有了 可以有了 儘管觀察一下 最新就是有這樣的消息 當然最大家的資產管理公司 就是第一隻產品就批了 你接下來去trade 然後會不會都陸續 更加多公司可以加入 拿到這個審批 最後一個好單細胞思考的問題 我想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等到這一刻 為什麼Debbie都不問的呢 你知道還有沒有15萬 比特幣目標 在你議程裏面 今年內 不夠膽說 但是 第四季 第四季 第五十萬 再高一點 但我覺得它現在還是很年輕 但是 要往那個方向看 第四季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 也很有信心 會高於現在 看你的樣子 很壞 不給你了 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謝謝今天的分享 下次再來 拜拜